前方紅燈卻直接右轉 远景見撞跟上去 騎士卻越起越快 連安全帽噴飛也不管 果然大有問題 不管远景廣播 嫌犯重催油門 在馬路橫衝直撞 假裝停車配合 下一秒又加速騎走 远景徒步狂追 正是路旁正義哥出手抓人 旁白青紅紅大叫 趴著 新北三重四號上午 違規騎士拒絕落跑 警方沿途狂追 對面飲料店員工 也衝上前 雙手用力一推 嫌犯慘摔倒地 當場被尚烤牙齒 來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反正我用力了 69歲洩刑嫌犯持有毒品 年過半百不想坐牢 才會在巷弄逃喘四公里 之後被一法訴犯 一下衝過來 一下衝過去 衝到連紅綠燈都亂撞 衝出來直接用身體 去撞倒那一台摩托車 太怕是引進過來 因為他覺得車速是蠻快的 剛剛就是覺得說 把他推倒就好了 想說放個進場而已 這回幸好有他 激緊攔住嫌犯去路 要是對方繼續逃竄 撞到無辜民眾 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姚立強 陸以馨 新聞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工作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